给我来一份你们店里最好吃的马卡龙夹心饼干 不好吃我就把你们的店拆了 我的天 这不是人见人不爱的比咚咚吗 好大的口气啊 今天我就给你做一份最难吃的饼干 就给你选择这个非常普通的饼干给你做 我可是听小可爱们说了 你天天欺负小五妹妹 还说小五是唐三的脱油品 接下来要给饼干放夹心了 就给你选择这个奥利给味道的夹心吧 这个夹心简直太臭了 看你还敢不敢欺负小五了 我们在上面再给他盖上一层饼干 这样比咚咚就看不到了 我要把这些饼干全部都给他压碎 哎呀妈呀这饼干都碎了 看着都不想吃 比咚咚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小五了 接下来再把这些饼干给他包装起来 千万别让他发现了 哎呀喂 小五妹妹也来找我做马卡龙小饼干了呀 听说现在喜欢小五妹妹的小可爱最多了 看到小五妹妹的画面都会送花花和胡萝卜 小五你放心 今天我一定给你做一份非常美味的夹心饼干 这个草莓饼干上面还撒着许多的糖豆呢 烘焙完的饼干 闻着真香呀 接下来咱们去加奶油了 奶油就选择最新鲜的淡奶吧 这淡奶是小熊形状的是专门给豆罗大陆最美女人准备的 奶油我都会给你放在中间 奶油挤压完成后 咱们接下来再来压饼干 压饼干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一不小心饼干就会碎了 压饼干我可是非常有经验的 你看饼干一个都没有碎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刚刚出炉的饼干放到精美的礼盒里 小五妹妹 你的马卡龙小饼干做好了 小可爱们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 可以给我打一百分吗